今天有好几个决赛我都很感兴趣 你比较喜欢的 四抽一百的杰力赛 因为他已经得了冠军了 一百米子已经得过冠军了 因为大铃花本身也是杭州的一个标志性建筑 那我们肯定也想来到大铃花里面来看一下 再来看一下 四成一百 四成一百 因为也是中国的速度嘛 这是中国的速度中国的力量 我们要学习这种运动的精神更高更快 更强更团阶 中国队加油 中国队加油 这一个是小孩子本来平时就挺喜欢体育锻炼的 然后我觉得这个在家门口的国际赛事 其实不应该错过 我们也是抢了好几天票 终于抢到了今天这个田径 觉得非常的开心 非常的荣幸 让孩子也是从小就能够亲眼的目睹 然后我们的运动员们在体育运动方面 包括是将来的其他学习 或者是为祖国做贡献这种 从小培养这种精神吧 因为像我们之前看见朋友在朋友圈发现场 带大家一起唱国歌这种 真的是非常激动人心的 因为我觉得很难得在自己家门口举行押运会 然后小孩子的话带他感受一下这个氛围 然后刚好也是让他体验一下什么 我说是爱国 这个氛围非常重要 因为小孩子从小的这种爱国的教育 我觉得是比什么都要宝贵的 因为这么难得 刚好在家门口举办亚运会嘛 然后让孩子体验一下这个爱国情怀 也是一种教育意义 田径今天晚上有关注谁吗 田径就是特别刺激的是四成一百 比较期待 那我们我是杭州本地的市民 然后我自己是个运动爱好者 所以希望就是说带着孩子来体验一下 而且田径的项目比较多 就是整体的那个氛围会很好 希望他就是碰到困难不要放弃 那就拿了国旗吧 然后让他们加油还带了徽章 觉得带着潜在耽 Collections 人也是非常有趣啊 在採尾中心谷行教育 你们它没有需要五月 摸板 Wenn we死定的 议 pushing on 我要远在一下 我们拍摄